我们来看一个闪迪的A400 本来这一块盘在联系我的时候还是一修的 目前到我手上已经变成二修了 上架给他的留言是硬盘短路 然后吹了一下电容发现是芯片挂了 因为没有可替换的芯片就终止维修了 具体吧我们来检测一下 之前维修过的地方应该是在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电容确实是焊接过的 我们来测量一下 可以看到这一个电容 它确实是成一个短路状态的 咱们把这个电容给撬掉看一下 这里根本就没有焊接 只焊了一半 撬掉以后依旧是短路的 后面上架也说这一块盘是芯片坏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芯片它确实是坏掉了 这是一个缓存的芯片 两边底下都爆锡了 我估计打了黑胶的主控跟颗粒 情况也是一样不容乐观 虽然我目前没看到 看一下它目前的上电电流是怎样的情况吧 现在上电是成一个大短路的状态 上家说是找不到配件就终止维修了 这一个盘我刚才找了一下料板 发现确实不容易找到 上家没有可供替换的芯片也纯属正常 后面我也找了好几家配件商 都是说没有货 于是我就把这一个诊断结果 跟盘主那边进行了一下沟通 虽然说按照常规的方式 并不容易获得这一款料板 但是干了这么久 野路子总还是得有一些的吧 于是我又尝试联系了几位 搞品牌机售后的哥们 终于从他们的仓库中 翻到了这一块铜管的A400 这块板比平常铜等容量的 还要贵个30% 我想这就是典型的物以稀为贵了吧 因为这一块料板十分的珍贵 不到万不得已 我还是先找一下相似的配件替换一下吧 它这个缓存应该是挂了 咱们先把这个缓存给它拆掉 为了防止这个主控暴吸 我给它垫了一块大铜片上去 现在我们把这个缓存拆下来 缓存的焊盘我已经给它清理干净了 刚才拆掉的这个电容 可以看到对地组织已经恢复正常了 这就证明它的短路是来源于缓存暴吸 至于这个主控有没有内暴 暂时还不能确定 硬盘自带的缓存采用的是 海力士DDR3L256兆的 上家说没有可供替换的芯片 这种缓存我手上还是有的 咱们直接给它换一个全新的 美光512兆缓存上去 在贴上去之前先让我把它后面的吸球换成低温吸 缓存换完 这一个电流也并没有轻松跑上来 应该是这一个电源芯片也跟着一起挂了 这个本来也是意料之内的事情嘛 因为它之前一开始干的就是旁边这一个电容 电源芯片挂了不要紧 这时候料板不该省的就别省了 咱们直接掏出之前购买的料板 我们直接给它做一下心脏体外循环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个小手术给它做完了 上面是好的 下面是坏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换它这个电源芯片呢 首先是这个芯片底下带黑胶的 其次就是刚才在测量这几个电感的时候 也并没有出现短路的症状 所以我推测它底下应该没有暴吸 符合体外循环的标准 我们再次给它上电看一下 直接给这个坏盘通电 如果它正常的话 电流应该能跑上来的 可以看到这一个电流是已经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再上一次 电流看起来没啥问题 这一块硬盘连击以后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这里直接显示了一个未知 我估计上面应该还有其他故障没有被排除 咱们继续找吧 刚才我上设备读了一下 这个盘明显是缺了一个颗粒ID的 目前只认到了7个ID 正常应该有8个的 这边缺的应该是第7个ID 第7个颗粒ID 它应该是对应缓存面的这一片颗粒 咱们再把它给拆下来重植一下 刚才我又把这个颗粒重新干了一遍 我们再来读取一下ID 如果它还是缺少的话 那接下来只能干主控了 果然还是缺了一个啊 这里依旧只有7个 我估计主控底下也是暴息的 刚才我又把主控的焊盘给它清理干净了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讨厌恶修盘了吧 像这种随随便愿愿搞一下的 我都要花费 比平常多好几倍的时间 去给它擦屁股 现在我们把主控给它干回去 主控重装完以后 现在颗粒ID已经读取正常了 不过这一个盘存在大量的ECC错误啊 上面全是比特错误 这是正常的 因为之前被干过一次嘛 干过一次 能出分区已经不错了 现在是读出了一个引导分区 具体后续能读出什么资料 那一切都是听天由命了 那一切都是听天由命了